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一六十二节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说 你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说我是 你们必看见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为什么耶稣面对别人的控告 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呢 其实耶稣不是不说话 只是该说的话他都说了 不必说的话他也不说 他不为自己能逃避苦难而说 他不为自己身边而说 他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说 你们必看见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这一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 是这样形容的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人子是主道成肉身 受苦的称号 但是当主降临的时候 特别要显出 有能力和有大荣耀 这两种情形 这是因为主耶稣 要用口中的气 那个能力 灭绝 敌基督 并且用降临的荣光 大荣耀 废掉魔鬼 所以当我们面临人的批评 论断或误会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 不说一句话 不为自己辩解呢 我们对于末日主的再来 有没有带着渴慕和期待的心呢 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面时 是会哀哭 还是会喜笑呢